我所在的位置是燕山脚下某训练基地 现在呢 这里的气温已经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 而且在山区里的体感温度会比在城区里更冷 在我身旁 特战队员们马上就要进行轻武器射击 他们首先要经过一个大约十米长的寒洞 然后再经过低桩铁丝网 独木桥 矮板等一系列障碍之后 马上就要转入到射击当中 在这样贴近实战的环境里 对特战队员的体能和射击的要求会更高 与以往不同 特战队员一到达射击地域 随机出现的敌火音像代替了指挥员的口令 他们需要自主观察敌情 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掩体 采取握 跪 立三种姿势 对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的目标进行射击 是对这个队员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考验 就是说在真正的战场情况下 如果说还能保证我们的动作不乱 即使是在这个再恶劣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比敌人出枪慢一幕 从而增大了战场生成能力 我刚刚在特战队员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这样的小卡片 上面就记录总结了各种方式射击的动作要领 而且还把它编成了顺口溜 关于瞄准是这么写的 瞄区不瞄点 分清自重点 晃正找规律 凭正是关键 这样特别方便我们特战队员 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使用 而且在上面我还发现了一句话 练反复 反复练 反反复复一千月 我想这正是特战队员可以一击制胜的关键 这个射击口诀是我们多年射击训练教学的经验总结 我们的战士生动地把它称为武功秘籍 它把复杂的动作要领 总结为朗朗上口的口诀 极大的缩短了 把一名射击新手批养为右右射手的训练时间 射击有武功秘籍 攀登滑降也有新法 按照大纲要求 官兵们攀登这样15米的高楼 45秒为及格 而特战队员们只需要十几秒就可完成 娴熟的动作 身体瞬间的爆发力 离不开一次次的苦练打磨 现在特战队员们正在进行的是高空滑降训练 他们要在最佳的时间内到达指定位置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对恐怖分子发起突袭 这也是城镇作战中特战队员们的必备技能 滑降讲究的就是一个出气不易 快速突入 这就要求特战队员具备过硬的侦察本领 及滑降本领 如果你没有在规定时间或者指定时间 同时突入到该房间 就可能会导致行动暴露 刚刚班长已经给我进行过技能培训了 我现在在一个12米高的四层的窗口 接下来我要去挑战一下 班长 我刚刚从四层楼高的窗户高空滑降下来 其实高空滑降并不像大家平时看到那么简单 对于我这种恐高人来说 第一步就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而我们的特战队员不仅要保证动作的流畅 还要去完成作战任务 这样的难度是巨大的 针对特种作战的现实需要 新年开训 这个旅就从南从沿连贯展开 牵引横跃 狙击射击 救护 军犬排报搜救等30多项客目演练 在为期三天的采访中 记者全程参与其中 最大的感受就是 无论客目设置还是标准设定 这个旅突出实战 立起沿河南的风向标 确保官兵们时刻以临战的状态 冲锋的姿态 迎接每一次挑战 新年一时 我们就立起了严格训练的风向标 主要目的就是在严寒条件下 魔力官兵的训练意志 激发训练热情 推进战型偶合 提升大家的训练技能 为完成2020年履队的大象展训日务 打下扎实基础